都说男人的消费力不如狗 我的粉丝95%都是男性 所以我建议大家看看这个视频 男性偏理性思维 买东西的时候想的太多 但这未必是好事 未必就是对的 这个视频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控制在三分钟之内 这是我家的燃气热水器 用了20年 这两年坏了 17、8年的时候坏过一次 师傅说 现在你要再买新的 肯定不如这个好 没花几个钱 人家给修好了 继续用 没想到这两天坏了 但是现在是夏天 几乎需要每天洗澡 这两天我们都在用传统的方式 烧一盆水 再兑点凉水 用刷牙缸浇着洗澡 我为什么不早两年换掉它 因为我那时候想的 只要它不坏 我把它用到废 用到不能修为止 就是因为那个时候 有了那种想法 给现在造成了这么多麻烦 第二件事是两个鸡蛋的故事 前两天我做了一个西红柿鸡蛋汤 我买的是那种成盘的鸡蛋 其中一个鸡蛋很好很新鲜 但是另外一个鸡蛋不新鲜了 因为皮破了 因为我看它里边那个层膜没有破 感觉还可以用 我闻了一下没有味道 结果就直接用了 炒了两个很好的西红柿 都快做熟了 我忽然想起来 那个坏的鸡蛋会不会进入细菌呢 会不会有小老鼠在上面尿尿啊 越想越恶心 结果那顿饭也没吃好 那当时我为什么不把那颗破了的鸡蛋扔掉 一颗鸡蛋才几毛钱 我为什么要有那种想法 那扔掉一个不新鲜的鸡蛋 就是罪过吗 第三件事是关于打网球的 基本上每个周末 我和我老婆会约一个球场打网球 一个小时150块钱 平均一分钟2块5 但是在打球过程中难免 因为我们是初学者 难免会把球打出场外 一颗网球大概5块钱 如果你要出去捡这颗球 可能得绕出去 来回跑步也得两分钟 两分钟正好5块钱 一个球的成本 你捡不捡 以前我很纠结 还有打这一个小时网球 不可能说是不休息 休息5分钟 合着人民币10多块钱 如果想这10多块钱 可以买这个又可以买那个 那就干脆不休息了 但实际上如果这一个小时 中间如果不休息 肯定会影响后面的发挥 后面打球的质量 所以说弄得自己很纠结 我之前 现在我不这样 球打出去 还是要跑出去捡回来 该休息休息 多休息两次 不要把很多事都转换成钱 这是我给各位男性粉丝的一些参考